對待所謂新聞前 這外國有這麼一件事 現在政府到底要怎麼處理 來看到行政院 所政中在暗邀請 一些民進黨一位立委吃飯 有立委表達對待所謂新聞前的事 所政中有當中說 要同意講話 有哪個政府議長 新明天來邀請 國上官的部會 先來進行換職 來進步推動所謂新聞前 但是外國一直在記憶 可能會讓主行 安轉出很高 的風險 條約立委和民團 已經幾次都發出要減停 行政院所政中十一 晚上跟民進黨的部份 立委吃飯的時候 有聽到他們的聲音 表達當然沒有進行減停 在這地方由 副院長沈榮金 要請各相關的部會 來進行換職 這個法令完備之後是補足我們在包括什麼電腦程式啊或者是軟體的這個部分全部補足之後再繼續連動那做一下滾動式的推動 也有作為吃飯的民進黨李維劉四方領域這是一個假名的發展 他還說到受精衝了解外界的記錄 但立法還有發授相關作業完成之後 還繼續推動所謂新聞前 因為目前的個主法不夠來解釋 所謂新聞前可能會出現的主案疑慮 一代理論立委成交法 也很開心看到行政院話題 如果要改為晶片的數位的身分證 其實都沒有任何的法律規範 所以才要立專法 那立專法也是考量其他國家 像德國像日本 他們都有這些專法的訂定 成交法建議政府調開聽政會 釐清大家對所謂新聞前的基本 更強調要立專法來規範 因應所謂發生待政府導致立設備 這支推動所謂新聞前 接下來就是要做好社會溝通 而且領款要跟主性安全 裡面處理的兵型 來化解外界的議論 記者 感謝台北府 台北報道